我是母路上帝 祖父前养我会悲 亲爱的孩子们平安 我们又要在线上透过网路一起来敬拜上帝 这一季我们会有新的主题 就是国王的传记 我想你们都会知道 在很多的故事里面 故事的主角都会讲到国王 因为多一个国家来讲 国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他会带领整个国家 他会照顾国家的人民 所以我们新的主题 要透过圣经里面 十一位国王的故事 我们来一起学习很多 我们该学习的东西 那今天我们敬拜之前 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上帝谢谢你 谢谢你让我们知道 这个时间我们分别为圣 要来敬拜你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到教会 跟所有的人一起敬拜 但是我们的心仍然渴望你 我们要透过网路 一起来敬拜 学习你的话语 求你安静我们的心 裸软我们的心 我们这样祷告 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上帝 上帝 同家人 这些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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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懸敬 貼意 敏敬 就懸敬 就強敬 貼意 敏敬 我們的神是全知全能的神 祂創造萬物 各按其實 成為美好 又將永生的盼望安置在世人的心裡 每次看到漂亮的花跟草 壯闊的山跟海 明文老師都會想起這一首讚美詩 心底大聲阿樂咧的字 我們三個來唱 我是沒路上帝 祝前天我的爬 天地萬味三甘陰霜 阿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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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海 阿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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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阿弥陀佳甘音声 阿弥陀佛祖闻名 唱歌唱风吹车 唱歌唱歌海冠沙 名为老师考考你哦 世界上有没有什么样神奇的食物 喝了永远不渴 吃了必定不饿的吗 耶稣应许我们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信我的永远不渴 我们都需要靠着吃东西 来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活着 我们的心也要靠着耶稣的话 得到饱足 求上帝帮助我们 更多的渴慕祂的话语 我一生中最大的部分就是 人是耶稣一生都是奉命 感谢主的渴慕祂的恩典 我一生中最大的部分就是 人是耶稣一生都是奉命 我一生中最大的部分就是 人是耶稣一生都是奉命 一生都赞美你 多少个黑夜多少个困难 都是耶稣你爱心事陪伴 天上一切爱慕祂跟随耶稣 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 天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 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 我们的生命生活上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上帝的赏识 让我们一起带着感恩的心来奉献 咱们这会来唱逢贤的西瓜 做歌声 牧 fav слов 我咱们厳情 天上一切爱慕祥 我咱们镜合 我咱们历私 我咱们历私 我咱们了嗦 你 酥 我咱们历私 甘亡一言为最祈福 阿们 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祢的恩典 谢谢祢每一天保护引导着我们 上帝我们献上我们的心 我们的才能 还有我们的奉献为祢使用 愿上帝祢祝福祂 成为更多众人的帮助 我们的祷告不完全 我们要一起用耶稣的祷告文 一起来祷告 我们在天日的祭 我们你的名字 你的国内宫 你的机意在吃 地理清除在天日 我们的日式 今天给我们 谁要我们的孤独 祝我们也有谁要孤独 我们的人 不得帮我们立即使 就救我们 帮你那个派的 因为国 官人 应更 都是你所有 大大无尽 阿们 今天开始 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主题 叫做国王的传记 叫做国王的传记 要一起来看看 旧约时代 以色列王国里面 十一个国王的故事 为什么我们要去看国王的故事呢 因为国王是带领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人 如果是一个好国王 因为他很认真帮大家解决人民生活上的问题 那这个王国 他的人民就可以过着很幸福很平安的日子 相反的如一个如果一个国王他很懒惰 每天吃喝玩乐 只顾着自己过好日子 那这个国家的人民的生活 你也知道应该会怎么样吧 我想应该就会过得很辛苦 所以呢 我们这一季要从以色列王国里面 十一个国王的故事里面 我们要来学习 他们有一些好的品格 好的特质 要学习他们敬畏上帝 听从上帝诫命 做上帝喜悦的事 但是啊 这十一个国王里面 也有一些国王是不好的国王 他们的所作所为 我们都要引以为戒 他们不听上帝的话就算了 他们还拜偶像 做很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 借着这些不好的国王的故事 再一次提醒我们自己 不要犯了跟他们一样的错 在开始信息之前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安静我们的心 亲爱的上帝谢谢你 谢谢你让我们一起 透过网路来敬拜 学习你的话语 主啊求你安静我们 每一个孩子的心 每一个家长的心 所以你柔软我们的心 让你的话 可以进到我们的心里面 成为我们的帮助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 完全交托仰望 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主题圣经的经节 但是今天很特别咯 我们今天要试试看用台语来念圣经 你如果是听不听不清清楚 不要紧 电视萤幕上面 都会有中文的圣经经节 你可以一边听 一边对着看 希望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让你的台语 让它来让它进步 这样我们开始来念了 今天的圣经节 是记载节 三万年上转八成 第四节到第八节 它是这样记载的 它设计的中乐都组织 到辣马近三万年 给它说 看你已经老了 你的儿子不走你的路 只求你帮我设立一个王 拍短腕 请像列告一声 他们说 求你帮我设立一个王 拍短腕 这个书三万年不欢喜 三万年就记得亚和花 要和花对三万年说 八十对你送 所说一切的月 你得贪 因为他不是欺负你 是欺负我 不让我做他们的王 对我带他们出爱记到今天 他们一切的所情 离开我 去博世白鲜上帝 大家也照样看待你 还可以吗 听得懂吗 你若是听没关系 我们等一个结束 你会看到重播 又多听几百 这样让我们的台语 会越来越进步 你台语如果进步 可以跟你的阿嬷 跟中备 可以再说好 说好多好多的月 好不好 我们再回来 努力让我们的台语 让进步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 以色列人民 要撒姆尔为他们设立一个国王的故事 还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吗 以色列人原本在埃及当努力 上帝呼召谁 上帝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他们在旷野走了四十年 摩西越来越老 约书亚接替摩西领导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 可是当约书亚死后 接下来的三百四十年 三百四十当这么久的时间 上帝不再击派一个领导 一个领导来带以色列人 在这三百四十年 上帝没有再指派别人 来领导这群以色列人 所以以色列人没有领袖的带领 他们没有听从上帝的话 于是呢 就开始做了很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 犯了罪 拜其他民主的偶像 甚至还被其他的国家 被其他的民主攻打 以色列人民被欺负 过得很悲惨的时候 他们回过头来跟上帝哀求 于是呢 上帝就兴起了士师来带领以色列人民 颜宝是在这边要简单的说明一下士师到底是什么 其实士师这个人呢 就是当人民他们有纷争 他们吵架的时候 他就会出来主持公道 来判断到底是谁对 到底是谁错 这个角色有一点像是什么 有点像是我们现代法官的角色 但是呢 当如果有其他的民族要来攻打他们的时候 士师他就像一个军事的领袖一样 他会带领人民来对抗他们 可是呢 士师跟国王有一个非常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上帝是透过士师来领导人民 上帝是透过叔叔来领的人民 这句话怎么说 就是上帝跟他的意思 跟叔叔说 叔叔就叫上帝的意思 来担担这些人民 这样子说起来 其实士师已经是这个人民的国王了 可是如果呢 你是一个人的国王 他是靠什么来统治百姓的 他是靠自己的想法 靠自己的喜好来统治这群百姓 所以士师跟国王最大的不同就是什么 就是士师 其实他是透过上帝的旨意来领导 来带领人民 国王是靠他自己的喜好 靠他自己的想法来领导人民 今天的故事呢 是发生在撒姆尔他年老的时候 还记得撒姆尔吗 他是旧约时代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位祭师 而且他也是先知 他也是一位士师 他处理以色列人民之间的纠纷 领导他们去打仗 可是啊 当他老的时候 他有两个儿子约尔跟亚比亚 哎呀 这两个儿子非常的可惜 他没有学他老爸敬畏上帝的心 他们只会收受人家的贿赂 然后呢 当他们帮人民解决纷争的时候 也不公正 所以这两个儿子 在以色列人民的眼中 他们不想要被这两个儿子来领导 于是以色列的长老们 他们就去找撒姆尔 跟撒姆尔说 撒姆尔 撒姆尔啊 你已经老了 而且你的两个儿子也不学好 请你帮我们找出一个适合的人 来当我们的国王 来领导 治理我们 就像别的国家一样 别的国家都有一个国王 哎呀 撒姆尔听到这些以色列人民 跟他来要求说 要设立一个国王 来领导他们的时候 他觉得他知道 上帝一定会很生气 你们知道 上帝为什么会生气吗 因为啊 以色列人民忘了 其实上帝才是他们真正的王 上帝一直带领着他们 一直保护他们 而且也一直爱他们 而过去的世事 还有现在的撒姆尔 他们都是遵循着上帝的旨意 来领导以色列人民 就像我刚才说的 上帝套过属书来领导 来英带这些以色列人民 意思就是说 上帝其实是以色列人民 真正的王 真正的主 所以当以色列人民 听从士师 或者撒姆尔的领导的时候 其实就是听从上帝的旨意 上帝就是以色列人民 真正的王 可是现在以色列人民 他们希望可以像别的国家一样 有一个人来当他们的国王 他们忘了 听从上帝旨意的重要性 他们反而只希望 只听从一个人 只听从一个国王 而忘了要听从上帝的旨意 难怪上帝会难过 难怪上帝会生气 当撒姆尔在祷告里面 跟上帝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上帝跟撒姆尔说 哎呀不要难过 他们不是讨厌我 他们是不要我当他们的王 你呀就按照人民所求的 为他们设立一个国王吧 但是你要先告诉他们 告诉他们当你们有一个国王之后 你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 当有一个国王的时候 接下来会发生那些事情 接下来你们的儿子 可能都会被国王要求要去当军人 要去跟其他的国家打仗 你们的女儿要为国王怎么样 要煮饭 要洗衣服 要做很多的事情 你们的女儿可能会被国王拿抓去 当他的兵妃 当他的王后 不只这样子 你们的田地 你们的葡萄园 橄榄园 都会被国王收走 然后送给他的大臣 而且你们种的五谷 葡萄都要交出十分之一给国王 连你们的羊 也会被拿走十分之一 你们养了十头羊 就要有一头羊被国王拿走 不只会被国王拿走很多东西 你们其实就会像当初在埃及的时候 像个奴隶一样来服侍这位国王 到时候你们觉得这样的生活 很后悔很辛苦的时候 要再来呼求上帝的时候 上帝可不会再听你们的呼求 撒姆尔把这些事情都先告诉了以色列人民 结果以色列人民听完之后 他们怎么样 他们还是坚持 他们希望有一个国王来统治他们 撒姆尔没办法 跟上帝说 我告诉他们这些事了 他们还是坚持要有国王 那怎么办 上帝就说 好吧 就照他们要求的 为他们设立一个国王吧 孩子们 为什么上帝这么难过 这么生气 还是答应为以色列人民设立一个国王呢 因为上帝让我们有自由意志 什么是自由意志 就是让我们自己决定我们要走的路 让我们自己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 让我们自己经历接下来 当以色列人民 他们做了错误的决定之后 让他们自己经历 接下来被不同国王统治领导的辛苦 让他们从这个过程当中 再一次学习到 只有上帝才是他们真正的王 让以色列人民知道 当国王的仆人 当一个人的仆人 让一个国王来统治的时候 国王为了他的统治可以顺利 他要向人民拿很多的东西 国王会向人民拿什么 拿他的 要他的儿子 人民的儿子 女儿去为国王做 做军人 或者是为国王做很多的事情 国王也会跟人民拿很多的财产 可是如果我们是当神的仆人呢 我们是当上帝的仆人呢 如果我们是听从上帝的旨意 让上帝当我们的王 会是怎么样 上帝他不是跟我们拿 他是怎么样 他是给我们 当上帝当我们的王的时候 上帝是给我们各种的恩典 给我们平安 给我们 在我们生命中所需要的一切 所以孩子们 在今天新的主题 国王传记的第一课 我们学习到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们相信 我相信 每一个孩子 你一定都比 以色列人还聪明 因为你知道 我们要让上帝 来带领我们的心 让上帝来管理我们的行为 让上帝来当我们生命中 真正的国王 不要像以色列人民 做了错误的选择 而失去了上帝的祝福 最后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今天的禁句 我们同样 要试试用台语来读 台语是这样说的 你的国是英文的国 你这种的官兵到万代 华语是这样念的 你的主权永远长存 你要永永远远作王 孩子们 你们愿意做出对的选择吗 要让谁当你生命的王呢 这个社会上的标准 好像很多就是说 我们要努力赚钱 然后赚很多的钱 当一个很有权利的人 这样子 我们的一生 我们的生命 可能就会变成金钱的奴隶 你为了要赚钱 你要一起去做很多 很辛苦的事情 还是 你希望你的生命里面 有上帝来做国王 成为上帝最宝贵的殖民呢 常常祷告 常常读圣经 上帝就可以成为你生命的王 你将会得到 从上帝而来 永远的平安喜乐 还有丰丰富富的各种恩典 好吗 最后留一点时间 可以想一想 有两个问题 可以想一想 讨论一下 第一个 请你自己为自己祷告 要请上帝 成为你生命中永远的君王 永远的国王 第二个 如果当上帝在我们生命中 在你生命中掌权的时候 那我们应该会要有什么样的好行为呢 想一想 说一说 彼此分享 你会对这一刻更有印象 好吗 那我们今天信息就到这边 我们下个礼拜 可以的话 我还言八老师来自欢迎你 到双尼教会主日学 一起来敬拜上帝 或者 到你附近的教会 一起敬拜上帝 如果真的有困难 下礼拜同一个时间 我们一样 透过网路 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 我们这回来敬拜我们的兄弟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 OK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